疑似肝癌案例 在当地医院检查出双肾及肝囊肿 疑似肝癌 需做进一步检查 我没再去检查 也未做任何质量 CT检查报告单 由于之前曾到原始点工艺中心 调理过身体 效果很好 儿子也再三催促 所以在5月6日到中心去调理 调理细节 每天按推一次 喝50克干浆 加一扎红参须熬煮的红参姜汤 慢慢增加干浆到150克 红豆袋及暖贴 交替温敷 一天13至14个小时 爬楼梯走路等运动 一天共3至4小时 秉持温热性饮食 保持良好心态 调理改善过程 调理之前肝趋疼痛 劳动时疼痛加剧 长达半个小时之久 不劳动时则经常隐隐作痛 持续十来分钟 夜晚贫药4至5次 5月6日第一次按推 身上痛点特别多 一条脊椎 肩胛 及臀部都很痛 按推完温敷后 整个身体轻松多了 肝躯部位痛也减轻了 有了这些改善 我非常高兴 对原始点的信心更加坚定 5月21日调理两周后 肝趋痛感减轻五成 只剩一个点痛 而且只持续一两分钟 走路不痛 爬楼梯时还会隐隐作痛 6月5日调理一个月后 肝趋疼痛改善七成 基本都不痛了 只是运动爬楼梯到14层后 会有微痛 停下来休息就不痛了 晚上小便次数减少到两次 6月19日 因一周前 贪吃了一斤葡萄 症状反复 肝趋又痛了起来 义工指导我加强内外热源 除原来的深姜汤外 再加浮姜粉 一天三次一次五克 经过一周的调理后 痛感有些改善 但出现了之前没有的症状 气喘腿乏 站十多分钟后 肚子会微痛 且持续三至十分钟左右 快走也会痛 通过这事件让我知道 重病调理期间 含粮食物会消耗身体的热能 危害之大 真的不能碰 7月5日 调理两个月后 所有症状基本消除了 爬楼梯时 肝趋不再疼痛 只是每天会痒两三回 每次两至三分钟 自己柔绕就好了 整体改善九成 原始点不动刀 不打针 不吃药 通过按推 落实细节 效果就这么好 让我恢复了身体的健康 感恩张昭汉医师 研发了原始点 感恩义工们的心情付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